又有一个老戏谷离开我们了 曾经出演过《射雕英雄传》等经典剧集的港星曾江 被发现在酒店离世 享年87岁 他曾和胡峰 谢贤等一起拍摄了综艺 四个小生去旅行 几个年龄加起来超过300岁的老戏谷 在异国他乡再次重温浪漫 新奇 紧张 刺激的体验 仿佛再次重回年少时刻 对于曾江来说 这个节目并不是单纯重温精彩岁月 还代表着他和谢贤的一段恩怨 2015年四个小生去旅行 发布会期间 二人因为一时言语不合 当时谢贤突然伸手当众掌握曾江 所幸2021年86岁的曾江与84岁的谢贤 最终握手言和 谢贤前往探视当时身体不适的曾江 谢贤主动送上拥抱一笑敏恩仇 仿佛在六年之后都懂得了何为释然 大家好 这里是一只稀稀利 今天为大家盘点他们三人的近况 看看他们如今都过得怎么样 一 曾江 著名演员曾江于4月27日中午 在香港尖沙嘴九龙酒店离世 享年87岁 据悉当时曾江在酒店房间内昏迷不醒 救护人员到场后 经检验后证实曾江当场去世 离世前曾江单独一人在酒店隔离 港媒采访曾江的前妻邓拱碧 他透露了曾江离世前的细节 曾江从新加坡返港后 入住九龙酒店隔离 4月26日晚 他曾致电女儿表示胸口痛 女婿随即将相关药物送到酒店 要求职员代为送到房间 之后曾江表示肚子很饿 女婿又联络酒店方面 希望送食物到房间 但暂时不清楚 职员有没有将药物和食物送到房间 4月27日早上 女儿致电曾江 电话无人接听 他马上联络酒店职员上房间拍门 但一直无人应门 家人要求开门查看 由于曾江属隔离人士 酒店联络卫生署后才打开房间门 发现曾江已经昏迷不醒 去世原因还有待确定 有媒体第一时间致电曾江的太太 娇娇 她身边人回复 曾太太现在没空 随后便匆匆挂了电话 估计娇娇忙着为丈夫处理后事 曾江原名叫曾冠一 现年87岁 从事演艺工作超过60年 是粤语片当红小生 曾扮演多个经典角色 包括射雕英雄传 黄钥匙 英雄本色 尖书等 曾江曾获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 演技备受肯定 曾江的外甥女王欣平 正身在香港为父亲王宇奔丧 获悉舅父突然离世 大表恶然 去年王欣平 与丈夫为曾江庆祝87岁生日 一家人关系融洽 曾江有过三段婚姻 首任太太是已故香港女星蓝蒂 蓝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明星 曾出演自由恋爱等影片 曾江与蓝蒂育有一子 可惜二人的婚姻只持续了十年 离婚后蓝蒂远走一乡 没有再嫁 于1991年去世 其儿子一直常居国外 鲜有跟父亲联络 曾江曾吐槽 自己虽然有个儿子 但跟没有一样 几年后曾江再婚 娶了美女作家兼模特 邓拱碧为妻 巧合的是 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十年 离婚后 女儿曾慕雪归母亲抚养 一开始邓拱碧要求曾江 每月支付一块钱的抚养费 后来随着女儿的长大 两人关系缓和 曾慕雪与曾江感情颇佳 曾江先任太太娇娇 曾是少事当红隐心 当年 他嫁给大齐十多岁的黄宗逊后 一度吸引 但1976年 黄宗逊车祸去世 娇娇被迫复出拍戏 后来 娇娇在香港担任配音演员期间 认识了曾江 两人1994年在新加坡结婚 两人并没有生育子女 但感情一直十分恩爱 今年 曾江外出拍戏 她的身边 亦能经常看到娇娇的身影 就在26日凌晨 曾江的社交平台 还更新了一则动态 是记录她的拍戏日常 画面中曾江打扮绅士 精神抖擞 她的配文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 如今 却传来这样的噩耗 让人既心痛 又唏嘘 祝愿曾江一路走好 她的作品 会一直陪伴我们 二 谢贤 2018年的一天 谢贤公开宣布自己 与小49岁的女友 Coco分手 并给了女方 2000万分手费 Coco却说 你想结婚 我随时都会同意的 这一新闻立刻登上各大媒体头条 原因无她 只因故事男主角 名叫谢贤 最近 85岁的谢贤 凭借电影 杀出过黄昏 荣获金像奖 最佳男演员奖 领奖台上 一入古兮之年的她 西装笔挺 身材修长 似乎还是那个 叱咤风云的香港四爷 谢贤出生于香港 早年其家庭本事十分富有 但随后却家道没落 因此 在16岁毕业后 谢贤便进入演艺圈发展 其一生演艺经历 很是传奇 但最吸引外人关注的 却是情感经历 在她的情感生涯中 有过多段情感拉扯 与其小女友Coco的恋爱 更是吸引着大众的注意 谢贤的第一位正式女友 便是嘉玲 两人同是一家演艺公司的艺人 在演员培训班中 还是同学关系 在60年代初 两人便有着多次合作 可以说是因戏生情 但是在两人爱情长跑十年之后 却最终以分手收场 在分手之后 嘉玲便与一个 泰国华侨闪电结婚 紧接着 谢贤便开始了第一段婚姻 1973年 谢贤跟随李汉祥 进入台湾影视市场 在那里 谢贤与珍珍相识 1974年3月 谢贤便与珍珍结婚 这是谢贤第一次 对外承认的婚姻 令人遗憾的是 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两年 两人便宣告离婚 在离婚后 珍珍便与刘家昌赴美结婚 两人分开后 谢贤便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 1978年 谢贤开始追求 比自己小15岁的迪波拉 那时的迪波拉正是事业高峰期 获得港姐名号 然而隔年 两人便步入了婚姻殿堂 并且在香港举办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婚礼 邀请了不少香港演艺界的知名人物 在两人完婚后 迪波拉便逐渐淡出演艺圈 不久便生下了两个孩子 在谢贤与迪波拉的婚姻中 两人组成了一个完完整整的家庭 这一次 谢贤也转变了自己的思想 她也开始收起自己花花内心 把专心投入在家庭 不过 令人可惜的是 两人在经历16年的婚姻后 最终却仍离婚了 尽管两人离婚 但欲有一子一女的他们 在离婚后 两人关系仍然很融洽 而在多年之后 谢贤又找到了一个女朋友 这个女朋友便是Coco 两人相差49岁 他们的恋情一经公开 便吸引了社会媒体的关注 在这段感情中 谢贤受到的争议很大 因为两人聚到了年龄差 不免受到外界的评头论足 男方女方都遭受到非议 两人在大街上 不顾他人热烈亲吻的行为 更是常常在网上 遭到他人的批判 不过谢贤又再次 与其小女友Coco分手 如今的谢贤 已经是85岁高龄 在事业上 他可以说是一代人眼中的熟人 是那个时代香港演艺界的经典代表之一 在感情上 他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并且不向世俗观念所妥协 只希望谢贤能够依照自己的心意 幸福快乐地度过晚年生活 3.胡锋 得知曾江去世 胡锋表示错愕 难以置信 因疫情 他们许久未见面 都不敢相信曾江突然去世的消息 胡锋回应表示 已经有几个人问过他了 可他就是不愿意相信 当得知是港媒报道之后 他十分难过 可还是继续反问 港媒出新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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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不是事实呀 看胡锋这连续三个爱呀 就知道他如今情绪有多激烈 胡锋比曾江还要大两岁 三个月前刚过完九十大手 他舒缓了一下情绪 才继续接受采访 依旧拒绝相信 表示 就算你说出了新闻 但不到最后一刻 我都不相信 胡锋还提到 因为疫情关系 他和曾江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见面 但他还是透露了 自己和曾江一个未了心愿 那就是 希望原有班底 再拍一次四个小生去旅行 胡锋是在五十年代 进入娱乐圈的 年轻时俊朗不凡的他 帅气程度一点不输 同期的曾江谢贤 因此 他出道没多久 就有机会演男主角 发展相当顺利 不知不觉 他从影至今已有六十八年 前后参演过上百部戏 可谓从年轻演到年老 不管是演风度翩翩的男主角 还是演阴险狡诈的大坏蛋 他都演绎得入目三分 令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 虽然体力不如从前 但胡锋从来没想过退休 去年他才在宏馆举办了演唱会 在舞台上 他又唱又跳 充满活力 胡锋也不介意熬夜拍戏 此前拍摄TVB新剧时 他就试过拍到凌晨 导致他疲惫不堪 网友们都很心疼他 然而他本人一句怨言也没有 继续兢兢业的演戏 如此敬业的他 深受圈中人敬重 每年他过生日 大家都会聚在一块 为他庆祝 然而受不可抗力影响 这两年他都没办法 大排宴席庆祝生日 不过有那么多人 记挂着自己 即便没能举办大型寿业 相信胡锋也不会不开心 最后希望他在新的一年 一切顺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 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